大家好,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运维及Web监控系统的课程 今天是我们的第二节课 上节课呢,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什么是自动化运维 及后面我们会使用到的一些技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课后去了解一下那些技术呢? 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一下当下,什么技术比较流行 增长一下知识的广度 到时候大家出去面试啊,这些找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节课,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真正的实践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学习一下Ginx CI Ginx Ginx是基于加瓦开发的一个开源的项目 在GateHub上面都是很受欢迎的 也可以,大家可以去GateHub上面去看一下它的源代码 好,这些概念性的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首先呢,我们项目经理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任务 说让某某某去研究一下Ginx这个东西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项目都移植到Ginx当中去 你应该怎么做 首先呢,我们不管3721肯定要先去了解Ginx 我们一般都是通过搜索引擎去了解嘛 然后我这里选用的是Bing 如果你们谷歌用不起的话,就选用Bing好了 谷歌一般你们程序员应该都学会去翻墙的 如果没有翻墙的话,也可以去买 然后有很多是免费 有很多VPN也很好用 比如说云TVPN这些 我就是用的云TVPN 才十几块钱一个月吧,很便宜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GitHub上面 你看一下,GitHub上面关注的人数都是很多的 所以说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就算有bug的话 也会有人很快进行修复的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好,这上面我们没有文档性的 所以说一般我们都会选择去官网看 这就是它的首页 然后我们选usingGitHub 我们其他的不用看 我们就跟着文档一步步的走 因此说GitHub全部都有 看一下GitHub在各个系统上面安装 你看Docker也就有我上节课介绍的一个技术 待会儿我也会使用Docker 创建一个虚拟机 然后我们选u1tool 看一下,人家的文档收录都是很清晰的 首先这上面介绍了一堆什么东西 我们也不用去管的 就是一些依赖的东西 我们也不用管 一个install upgrade 怎么去启动它 然后怎么去修改它的配置 这些 所以说一个好的东西 我们跟着它的文档走 然后其他东西我们也不用去管 其他的我们也不用去看 我们就可以把它使用起来 好,现在我们跟着文档走 先安装它 这里因为网速的问题 我就不安装了 然后我这里已经安装好了 我先把它启动起来 带大家修改一下配置 怎么使用它 首先我们先去看一下 修改它的配置 修改端口号 怎么修改 一般我们做项目都会修改它的端口号的 8080 这个端口比较常用 首先我们看一下 如何修改它的端口号 首先我们进入 etc jinkins default jinkins 看一下 在这里面就有修改端口号 如果修改端口号 那就可以在这里面修改 好像页面上也可以修改 到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我就不修改了 我把它映射到222这个端口区面去了 然后我们启动它 好,今天是启动起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访问了 127点 怎么这么慢 第一次启动是这样 好,启动起来了 首先我们的jinkins 是不支持python的 也不支持git的 我们要先安装它的插件 安装插件就是在这里面点 然后我们可选插件 在这里面搜索python 和git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然后我已经安装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安装到哪个 这就是python的插件 这就是git的插件 安装好了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就在这里面 就有python和git的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就有git的选项 python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配置 然后使用python 然后使用python的话 我们一般设置一个传递区变量 首先一般我们不要使用系统自带的python环境 因为系统自带的python环境的话 我们会给它安装一些 大挖这些容易把系统自带的python环境给污染了 我们使用一个叫 Virtuality的一个 然后把系统的python复制出来 使用 假如我们把复制出来的环境也给污染了的话 没关系 到时候我们再重新来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我们几个项目的话 不会共同使用一个python环境的 我们有的时候就会给每一个项目 分别建一个python环境 我们资源很多浪费这些点点的东西 没关系 而且我们的层次也更加分明 然后包也不容易起冲突 是吧 然后我给 首先我们要进入jinkins的用户 在这里看一下 通过这个秘密 我们就可以把系统的python环境给复制出来 我们也取名叫python3.4 好了,我们也复制出来了 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通过 在这里面配置常量 然后把它设置出来 我们就可以引用出来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先进去 然后看它的路径 复制它的绝对路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路径复制到这里来 然后给它取个jean 然后一般常量都采用到写 然后引用的话 就加一个多类符号 就可以直接引用了 然后我已经jean了sandbox了 然后我就不引用 我就不引用这里的python的环境了 好了,我们就可以使用python叫git的环境了 jinkins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下节课我就会带大家真正的结合代码来使用jinkins 然后也会更加详细的讲jinkins 这里我也有很多python想不起 到时候用着就知道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 下节课再见